捷运高雄车站地下2、3楼 推出高雄裔一番街R11商场 结合美食、游戏与新世代ACG文化 9日举行开幕继高节动漫季记者会 高雄市长陈其迈化身为奇艺博士出席活动 他相信未来会带动高雄火车站商圈发展 今天特别来我们高雄裔一番街的开幕活动 我们进驻的厂餐莫凡也争取到安利美特 说是日本最大的动漫品牌来进驻高雄裔 这个也是基于我们在美丽岛站地下街启用之后的第二站 除了说也结合了交通、观光还有我们休闲 这一次也希望说能够打造高雄裔成为南台湾的动漫ACG的中心 我想高雄其实在我们原来的高雄裔 然后在我们的商圈里面有一个非常活泼 而且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聚集的一个地方 陈其迈表示很多人过去来高雄打拼时 第一个追逐梦想的起点就是在高雄火车站 从过去的历史记忆到接轨现在的ACG文化 感谢商家一步一脚印持续深耕高雄 我也相信说未来会带动我们在整个高雄火车站 上圈的一个发展 也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借由捷运 以及台铁的一个转运 让我们的这个旧的火车站能够商圈周遭能够更加的繁荣 高杰公司表示高雄裔一番街商场楼层分为B2美食街和B3主题电玩街 结合餐饮动漫主题选物盲盒游戏扭蛋等多元类别提供一站式服务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记者李正道高雄